欢迎来到动漫茶馆 这次继续来讲灌篮高手人物志 这期里已经做了很多集 讲过了三井兽 他的魅力不只是浪子回头而已 更有一种青春的象征 讲过了赤木岗县这位队长最让人动容的地方 也讲过了队长的接班人 功臣良田 又花了上下两集 讲刘川峰的人设雏形 讲他的进化之路 并且分析他一路上的得分与打法改变 照顺序来说 这次应该要讲阴木花道了 可是在刘川峰那一集 我看到不少留言说 希望把阴木跟刘川的互动 拉出来做个特辑 我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耶 毕竟阴木花道能讲的故事跟剧情太多了 先把这对CP的部分切出来讲 对架构更好 而且这样也很有趣 平常篮球都是统计球员得分多少 失误多少次 助攻多少次 我却要来算一算阴木跟刘川 互欧多少次 互骂多少次 互传多少次 那么我们进入正题吧 这部作品阴木跟刘川占了多大的比重 从漫画的第一页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话叫阴木花道 第二话就叫刘川峰 而第三话 两人相遇了 其实在初次相遇前 阴木就从秦子口中听过了刘川峰的名字 并且牢牢记在心上 原因很简单 因为秦子直接坦诚 他对刘川峰是单相似 看秦子说着刘川峰篮球有多厉害 让樱木花道决定 他也要打篮球 这本来就是整个故事的原点 那到了第三话 终于在顶楼见到刘川峰了 原来他被阿德学长找麻烦 结果他一个人就打倒好几个混混 只受了一点小伤 樱木仔细打量刘川 近距离盯着这个情敌 偏偏这时秦子上来看到这一幕 他以为刘川峰是被樱木打伤的 他先大骂樱木 又转头关心刘川 谁知道刘川峰完全不领情 叫他不要多管闲事 这下樱木动怒了 对他无礼没关系 但对秦子无礼 绝对不能忍 樱木狠狠一拳惯向刘川峰 刘川当然也不是好惹的 立刻直拳还击 两人大打出手 双双见血 这就是他们的初见面 杨萍还加上一句注解 第一次看到 挨了樱木全力的拳头 还没倒下的家伙 漫画旁白最后说 樱木与刘川 这就是被称为终身宿敌的两人 的初次相遇 可见作者早就想好 要把这两人的互动 当作故事核心之一来描绘了 除了原有的旁白 我也来加个注解 总计 樱木揍了刘川一拳 铁头重击一次 刘川还手了一拳 看似刘川吃亏 但樱木还多得到一句 秦子说的 最讨厌你了 如果要说谁受到的伤害更多 肯定是樱木吧 而且可以发现 刘川以后常常骂樱木 大笨蛋 其实很合理 在刘川视角 樱木一开始就对他抱着超高敌意 又先出手打他 这个木头不知道秦子的心意 肯定只会觉得樱木莫名其妙啊 接下来樱木更不爽他 刘川也看他更不顺眼 两人死敌的设定完全成型了 第二阶段 互相留意 刘川如果只是讨厌樱木 那剧情张力还不够吗 我们都知道刘川对樱木是特别的 但各位还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吗 同样是很早发生的事件 在樱木跟赤木队长单挑那一次 刚开始樱木完全被碾压 毕竟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这时刘川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应 只是在看一场闹剧 但樱木渐渐展现出过人的运动能力 即使不懂篮球 他还是靠着蛮力从赤木手中抢下球 而且这家伙的速度跟弹跳力超级猛 只要是一流的运动员 看到这样的身体素质 都会知道这个红头拥有无限的潜力啊 赤木跟刘川这时候 已经没有把樱木当成普通的笨蛋了 接下来樱木更是靠着一记大胆的打板传球 第一时间接到球硬扣赤木 两人的对决 让大家看到樱木未来的可能性 其实画到这边也就够了 但漫画多补了一格 刘川峰看完这场戏 默默的想 樱木画到还不赖吗? 再次看到景上老师很认真经营这条线 俗话说 CP画得好 细节不能少 这种小地方就看出用心了 在看樱木画到刚加入篮球设施 只能做基本练习 当不断重复练基础 他终于爆炸了 在他离开那一刻 赤木骂了一句 没毅力的家伙 这时同样给了刘川一个镜头 似乎也在说 你就只有这点能耐了 而当樱木回来时 不只是赤木 才子 跟秦子感到开心 刘川同样看了樱木一眼 这也是有意思的地方 我再抛出一个问题 这两人水火不容 但初期是谁先稍微释出一点善意呢? 请作答 下好离手 我从漫画中找到的答案是 那个人是刘川峰 背景是一年级对二三年级的练习赛 大家都把这场比赤 视为赤木对刘川的对决 因为两边领军的王牌都很明显 其他人的战力差他们差多了 樱木也是从这里开始 真正认识到刘川的篮球实力有多强 刘川峰运球心云流水 连过三个人 这让刚练基础运球的樱木看呆了 刘川收球起跳 用一个石破天津的灌篮收尾 这一幕让赤木跟樱木都深深震撼 赤木心想 这个新人绝对是个天才啊 樱木更是好笑 旁白说 虽然只有几秒钟 但樱木完全被刘川峰的球技给吸引了 官方逼死同仁啊 直接讲樱木心动了 那为什么我说刘川才是那个释出善意的人呢 因为樱木已经看到刘川的本事 但他还是在耍任性傲娇 当樱木第一次学习上篮 赤木叫刘川峰示范时 樱木偷偷把球滚过去妨碍 这还没什么啦 接着樱木不好好上篮 想要耍帅灌篮 被后面的球砸下来 这一球则是赤木砸的 跟刘川无关哦 这段过程刘川峰乖得不像话 他反复上篮给樱木看 樱木从后面砸他屁股啦 砸他头啦 刘川才开始反击 两人一下你手滑 一下我手滑 滑得不亦乐乎 这阵胡闹过后 樱木还耍了个小心机 他假装道歉 对了 这是记录中他第一次跟刘川峰说对不起 可是根本不是真心的 他低头拜托刘川再上篮一次 结果经典名言来了 我整个身体都滑了 说真的 这整段看起来刘川峰脾气也太好 樱木真的有点太白目了 如果只论这两人的个性 冷酷少化的刘川峰比较难相处 我自己更欣赏傻傻又乐观的樱木 如果要做朋友 相信多数人也会选择樱木 樱木平常是个阳光的大男孩 这点绝对没错 但在两人互动上 比较恶劣的人真的是樱木啊 剧情往下走 将被雨淋男的练习赛开打 还记得樱木出场的反应吗 平常看似天不怕地不怕 但第一次亲身参与比赛 他竟然却场了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自己打过大砖杯桌球比赛 第一次上场 真的会发抖啊 那么是谁让樱木恢复正常呢 还是刘川峰 刘川踢了樱木一脚 但这是在帮助他 刘川说 你要紧张多久啊 大笨蛋 此对头的一句话 立刻让樱木清醒过来 回过神的樱木 在场上封阻鱼柱 增强篮板 甚至还能传出助攻 由于刘川在场上的活跃 宁然所有人都以为球会传给刘川 结果智将樱木 频频助攻给眼镜哥木木 天刚教练震惊啊 莫非樱木看破他们的防守了 当然不是 樱木只是打死不把球传给刘川而已 早在上一场队内练习赛就是这样 说起来两人互不传球的传统 也是樱木开始建立的 直到这一球 樱木被先到压迫防守 眼看就要掉球 他勉强把球传出 发现不小心传给了刘川峰 可惜可贺啊 这是樱木生涯第一颗给刘川的传球 刘川当然不能浪费这一传 他投进这颗三分球 帮助湘北追进敌分 接下来大家还记得吗 是谁在最后独秒阶段 打进湘北的超前分呢 居然是超级新人樱木花道 更神奇的是 这球竟然是刘川的助攻 两人的第一次互传都发生在这场比赛 而且差点决定胜负 只是在最后几秒 先到用一个精彩的拉杆上篮 拿下了胜利 我们也可以看到 樱木跟刘川的关系 随着这场比赛有微妙的改变 虽然刚才那球传球 刘川是不得已才传出去的 也不是新任櫻木啦 但这两人一起防守仙道的时候 还有最后眼睁睁看着仙道逆转比赛的时候 这种输球的难过 櫻木跟刘川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最不服输的那种人啊 记取这种不甘心 想要变强 想要赢球 变成两人共同的心情 琳南这场比赛虽然只是练习赛 但描画与铺陈非常非常棒 也让人更期待接下来的一连串正式比赛 这边我将统计所有正式比赛 漫画中画出来的部分 樱木跟刘川两人有交集的数据 乍看是个大功臣 但整理前几场比赛意外的轻松 感谢神奈川县退场王樱木花道 前四场比赛得分0 犯规20次 每场都犯满离场 根本不用统计什么数据 直到湘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强队 翔阳之战 漫画才画了比较多细节 再一次快攻 攻城隐蔽的妙传给樱木 但樱木上篮太紧张 太过用力 这球没进 反而被刘川补进 这虽然不是真的助攻 但也可视为另类助攻了 翔阳战樱木跟刘川的关系 有了新的发展 主要是因为翔阳的高度 让湘北必须更仰赖禁区的刘川和樱木 当赤木提醒两人 善用他们的弹跳力 别输给翔阳的常人时 樱木说了句 是大猩猩 刘川也被樱木传染 差点说出大猩猩 这一幕特别有趣 后来当樱木示范 开始变得畏畏缩缩 绑手绑脚 联醒樱木的人 果然还得是刘川峰 不过以往的刘川 大概只会骂一句大笨蛋而已 这次刘川峰说 你干嘛像只缩头乌龟 真不像你 樱木觉醒 狠狠用头撞地板 然后逞强回说 谁是缩头乌龟啊 刘川说 就是你啊 看看席字如今的刘川 讲了这么多话 真的很难得 而醒过来的樱木 在防守端跟进攻端 打出优异表现 他继续抓下篮板 刘川峰则是持续得分 这对一年级搭档帮助江北 逆转战局 在这个时候 樱木说了 你这家伙 别只顾自己出风头啊 刘川回说 出风头的是你吧 乍看两人还是在斗嘴 但其实刘川这句话同样承认 抢篮板的樱木非常亮眼 那如果还无法确定 这句话算不算赞美 后面的这一段就可以肯定了 当樱木快攻 面对花形跟勇野 樱木上演惊天一贯 狠狠扣飞两个防守球员 这球有吹阻挡犯规的空间 但裁判响哨 吹的是进攻犯规 这是樱木的第五犯 樱木必须退场 这时刘川峰叫住他 说了句 这球太可惜了 樱木瞪向刘川 尽管这句话不向赞美 但我们都知道 对于冰冷的刘川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赞赏 再来是海南战 赤木受伤下场时 樱木与刘川一起撑起了禁区 海南想撑赤木不再强打篮下 但效果有限 刘川还有一球盖完火锅 把樱木当成肉店的画面 自然只有一小格 但在紧张的球赛中 还是会让人忍不住一笑 海南之战 也应该是樱木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传给刘川 跟上次有点像 他在围棋中必须传球 但有点不同的是 上一次练习赛 樱木没有看清楚对象 这次则是明知道是死对头刘川 他还是传过去了 可以看到樱木越来越像个篮球员 以前的他只想要自己表现好 但到了这时候 他更渴望的是向北辩好 是球队赢球 这点越后面越明显 在最后决胜负的关键时刻 由于上半场燃烧小宇宙 刘川峰的体能已经快不行了 至于是谁榨干他最后一丝体力 你猜到了 当然是樱木嘛 樱木这球飞升旧球后还说了句 不管是巧合也好 侥幸也好 你一定要进啊 这大概是他头一回 打从心底希望刘川峰进球 刘川怎么能不回应这个愿望呢 刘川峰灌篮得分 最好笑的是 筋疲力尽倒在地上的刘川 不忘跟樱木斗嘴 樱木笑着说是侥幸吧 刘川说才不是侥幸 大笨蛋 他用最后的力气讲完这句话 然后就下场了 如果说这一格 看多少次都会笑出来 那么另一幕大概就是无论看多少次 都会感动的 樱木的名场面 在场下的刘川峰 虽然没办法为球队尽一份力 但看到樱木挑战神奈川的王者 刘川很自然的热血上游 他忍不住大喊 撞飞他吧 这个反应既不像刘川 但又很流川 他就是个单纯热爱篮球的少年啊 就是个看到顶点就想要超越的男人啊 在那一秒 他当然会为樱木加油 然后下一秒 又变回那个毫无表情的冷漠脸 真的很可爱 在海南战跟林南战的中间 还有个小插曲 樱木认为输给海南是自己的错 刘川则认为是他体力不济的错 这一段剧情 刘川不只主动开口 而且两人难得讲了这么多话 横跨好几页 两人都认为自己更重要 樱木本来想揍流川 但他变成熟了 他知道用拳头打赢流川也没意义 樱木收了手 但流川的拳头倒是挥了出去 于是两人又打了一场 这场打架不分胜负 不过如果硬要说谁赢了 我会判定樱木的精神获胜 因为樱木剃了个光头已是负责 这就是流川做不到的了 再来是林南战 樱木跟流川并没有明显的合作 要找的话也有一次啦 樱木妨碍纵然为例时 他本来要跟裁判争论 结果流川说 笨蛋 你想要跟那家伙一样吗 樱木想起鱼柱不服裁判犯满退场的事 他对着流川大喊说 他才没那么笨 虽然两人不是看着鱼柱讲话 但每一句都在赐鱼柱 这个合体计真是伤害力又高 侮辱性又强啊 不过这场比赛 樱木主要的敌人是阿胡 流川的对手是仙道 所以能够说的不多 沈耐传线的比赛就讲到这里 接着进入全国大赛 在风域篇 虽然樱木跟流川没有任何互传助攻 却有一个更戏剧化的场面出现 当流川风越来越展现出王牌的风范 对手难列也确定了他的目标 这个王牌杀手用一个轴级 狠狠扫向流川风的脸 这时双方球员当然都会有脾气 但第一个冲出来要干架的人 竟然是樱木花道 樱木暴怒冲上去说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不知情的人看起来可能会想说 樱木这么挺流川啊 樱木第一个冲出去的反应真的太可爱了 其实是因为樱木正在观察流川 以前他也知道流川风球技好 但他亲身练过投篮后 更清楚他跟流川的差距有多大 从这一刻开始 樱木真的如安西教练所说 紧紧盯着流川的动作 并且拼命学习 风域篇就是一个让湘北泉源 能力与心态更上一层楼的关卡 越过这一关终于来到山王站了 但老观众都知道啦 山王站我一向不喜欢讲的太多 因为太多感动画面 太多经典对摆 都要随着剧情一页一页的堆叠 才会动人吧 想温习的话请自行翻阅漫画吧 这边只抓出樱木跟流川的重点 当樱木展现惊人的跳跃力 全力起跳后又全力冲刺 安西教练忍不住抓头 他看到了天赋 加上努力的模样 谷则你看到了吗 超越你的天才终于出现了 而且还是两个 樱木上篮放枪 流川风不尽 然后樱木踹了他一脚 流川风踹回去 在这么刺激的比赛中 还能日常相爱相杀 不愧是你们啊 拭目也很公平的给了一人一拳 结束这场闹剧 后来在泽北丹达打爆流川风的时候 樱木说了句 你如果真的是日本第一 就应该阻止那个泽北啊 表面上是在呛流川 但换个角度来看 泽北展现出远远超过高中生的实力 几乎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但樱木这句话不就像是 他认为流川有机会赢过泽北吗 最看好流川风的人 根本就是樱木吧 而最懂樱木心意的人 同样不是别人 就是流川 樱木因为舊球受了被伤 在比赛中越来越痛 而第一个发现他不对劲的人 又是流川风 集中力不够 流川风说 还没有那时集中 那时的你 还逼得我不得不全力以赴 你如果不想被换下场 那就死命的跟着我 看到这边 不只观众笑了 安西老爹也露出了乙母笑 受伤下场的樱木 在比赛的最后想要出场 遭到拦阻时 仍然是流川风让比赛停下来 他故意犯规 让樱木有机会上场 最后就是整场比赛 湘北的最后两颗进球 流川风快攻被盖 樱木花道飞升扑过去 完全不顾自己的伤势 他豁出去救到这球 把球传给流川 流川在篮下打进2分 这一球让湘北在下半场 首度超前 可是几秒后 泽北立刻回进一个跳投 又拿回了领先 然后 最后 就是那最经典的梦幻合作了 这球放到全片的片尾吧 反正大家都熟到不能再熟 这里先来个总整理吧 前面列举了各场比赛 其实在比赛之外 两人的互动还有很多亮点 很多彩蛋 以下列出我自己最有印象的几个场面 首先是初期的三井体育馆事件 不良少年大乱斗中 樱木后来发飙 狠狠痛打铁男 刚才那一拳 是替潮崎打的 接着 是替脚天打的 樱木帮他们报仇的拳头 都用上全力 结果帮流川风打的那一下 他用摸的 连帮拖把打的那下都用力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笑 真的笑死 樱木真的是天才耶 再来是湘北队内练习赛 时间点是在 陵南战之前的一场练习 一年级对抗二三年级 三井跟攻城的连线效果绝佳 或许是因为这球 流川有样学样 快攻时 流川先传给樱木 如果樱木回传过来 就会是个漂亮的好球 但用膝盖响也知道 樱木怎么可能会回传 所以我一直觉得 流川对樱木抱着比较多善意 或者说流川这个人在篮球方面 就是很单纯 他是真的以为樱木会传回来 结果这球两人同时起跳 同时想灌篮 最后两人一起挂在篮框上 这也是经典画面之一 那后来 队内还有另一场练习赛 练习结束后 流川找三井单挑 流川风先进球 但三井趁人不备 偷袭了一个三分 连支持三井的樱木都忍不住说 真卑鄙啊 说是这样说啦 但判定胜负的时候 樱木裁判当然还是举起了三井的手 完全不意外 熟悉的樱木最对位 接下来 轮到樱木提出挑战 他也想跟流川单挑 这次的单挑没有直接画出来 不过之后在回忆页面中可以看到 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观众 记忆特别深刻的名场面 最后我做个表格整理 原本我还想算算看 流川风骂了几句樱木大笨蛋 但实在太难算了 吵架的部分就省略吧 倒是流川肯定樱木的次数 比想象中来得多哦 第一次是看门外和樱木 跟赤木单挑 第二次是樱木撞飞花行 第三次是樱木硬扣阿木 第四次是山王战 也是最明确的一次 樱木飞升旧球 流川风说 干得好啊 你这个大笨蛋 虽然说樱木传球给流川的次数较多 但说到刺激 鼓励对方的举动 流川有太多次主动点醒樱木 那是更可贵了 当然这集可能盲中有错 也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提到 如果你觉得还有哪个画面别有意义 欢迎留言告诉我 总之我的个人结论是 流川是那个付出比较多的人 如果这对CP要画箭头来表示 那第一个爱心箭头 必须从流川这边画向樱木吧 而樱木这边 最初绝对打从心底讨厌流川 但主要的原因只是情敌 在篮球方面 他完完全全把流川当成理想型 诶,此处没有本 原作本来就是这样说的 樱木脑中追求的篮球理想动作 都是以流川为范本 从他认真打篮球起 他一直盯着流川的身影 简直像片尾曲 我只凝望着你一样 这也是真爱啊 回过头看樱木跟流川私下的那次单挑 也是两人唯一的单挑 我觉得这段剧情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光是流川风接受单挑 就是很神奇的事 所有人都知道流川肯定会赢 他甚至可以不懈打 但他没有 这也是他肯定樱木的表示 流川自己打篮球打了这么久 他当然知道 一个门外汉要向樱木进步那么快 背后需要下多少苦功 正因为樱木对篮球是认真的 流川才会认真接下挑战 然后把樱木打得落花流水 樱木输掉之后 陷入恍神的反应非常可爱 这代表他本来觉得他是有机会的 怎么这么天真啊 但我觉得这种天真是值得肯定的 樱木画到能够进步飞快 正是因为他的单纯与自信 他从一开始的勉强练习 到发现练习真的会进步 然后去感受这种进步的过程 享受篮球带给他的快乐 关于樱木的成长之路 真的很让人感动 之后将会再深入讲一集 这次主要谈的是 从前面一路看下来不难看出 樱木成长历程中 处处都有流川风 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这点贯穿整部作品 包含大家最熟悉的 那最后最经典的一球 那个唯我独尊的流川风 竟然会传球 那个原本只会搞笑的樱木 竟然能冷静出手 我忍不住再讲一次 这球Buzzer Beater 让两人的成长之路圆满了 让我们的青春圆满了 还记得樱木投篮时 脑中浮现的动作是谁的动作吧 他用理想的姿势投进这球 从各种意义上 这球都是他跟流川风一起进的 早在刚开始画这个故事 锦上老师大概早就想好这个Ending 设想容易 但要实现才是困难的事 要怎么让两个宿敌认同对方 甚至敬佩对方 画不好就会变得太刻意了 结果这275回的堆叠 完美化为这最后一集 完美化为这一次几张 这个结局 这个情感加上画面 真的是漂亮到不能再更漂亮了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了刘裕 我们下次见